距離亞加達巨港亞運剩下最後12天了 大家還記得去年台北市大運 鄭兆村在標槍決賽 突破90公式的今天一職嗎 今年他將以亞洲紀錄保持人的身份 挑戰亞運 期待他能再次超越極限 其實在這一次比在以前的時候 我就告訴教練 Anderson教練說 我想要通過90公式 我想成為亞洲傳奇 要當亞洲傳奇 鄭兆村說到做到 2017年台北市大運 他在第六職投出91公尺三六 逆轉擊敗德國選手霍夫曼 還成為亞洲第一位 只破90公尺的選手 最佳男運動員獎 鄭兆村 因為是大運好表現 鄭兆村在年底 獲選為精英獎 最佳男運動員 不過今年三月訓練時 弄上右手肘 休養了相信兩個月 直到五月中才恢復比賽 對我們運動員來說 不是因為拿牌而訓練 對我們來說是挑戰自己的極限 所以就希望能夠說 去年我沒有做到的 今年我想做到的 所以因為我在去年競技賽的時候 其實有嚇重的話說 我還想再次拿到最佳的男主角 所以今年我就想說 有機會任何一場比賽 我都不想放過 所以我就是把自己的生育狀態 都調到一個最好的狀態 然後去比賽的 鄭兆村今年最佳成績 是七月在瑞典直出的84恭喜60 這個成績排在今年亞洲第二名 接下來鄭兆村就要挑戰亞運 希望能再次超越極限